我就是江湖 哈喽你好 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行动吸引力的线上课程 我是星成 让我们一起学习如何唤醒你做少得多的能力 如何去做少得多创造我们所想要的结果呢 在人生之中 无论是关系财富 甚至是瘦身或是我们的其他的梦想 我们都有不同的梦想想要完成 我们都想要能够吸引创造我们想要的结果 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每年年初所定下的目标梦想都没有完成 即使是我们了解过一些吸引力法则的知识 即使我们去观想 却只能吸引到一点小小的事情 而一些大事却不知道如何去吸引过来 行动吸引力就是教你如何做少得多的 去创造你所想要完成的结果 无论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记得过去呢 我曾经做过组织行销 在那个时候呢 有一阵时间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业绩 可是我们许多的工作伙伴 我们都会到公司 我们都会去做很多的事情 我们都会去做很多的努力 但是却没有任何的产值 可是有些时候呢 我会发现 我们几乎没有做太多的事情 可是业绩却很好 那时候我实在搞不懂 到底两者间的差别在哪里 在我过去还是新人的时候 我的主管常常告诉我说 量大是成功的关键 可是后来当我辛辛苦苦的升到主管之后 我们的高阶主管告诉我 他说到了这个阶段 我们要学会分辨事情的重要性 直到那个时候我才发现 原来我一直不知道 什么是有效的行动 我只是一直按照别人所说的话 去做我该做的事情 我知道很多人 可能是现在在聆听这个课程的你 也是一样 你都不懂 怎么样去分辨有效的行动 也因为这样 我们的行动在人生中 创造了一些无效的结果 而这些无效的结果 它会让我们进入 无效行动人生的三个阶段 什么叫无效行动人生的三个阶段呢 首先第一个阶段就是行动期 行动期就是我们每次都会有新的事情想做 我们每年都会设定新的目标 可是呢 每一次我们都感觉自己做了很多的努力 可能做了十分努力 却只完成三分 我们会感觉到很挫折 很挫败 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到第二个阶段 叫做遗憾期 遗憾期就是我们之前 累积了很多的新的目标 都没有完成 可是呢 我们又会有新的欲望 我们又有新的想法 我们又有新的梦想想去做 可是一样 我们当我们设定了一个新的 又没有完成 结果人生就是一个 又一个没有完成的梦想 人生就是一个又一个的遗憾开始累积 到最后我们会进入到第三个阶段 在第三个阶段我们会想 OK那干脆我们就放弃了 干脆不要有任何的目标 有些人会用知足来包装它 但我并不是说知足常乐不好 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我的意思是 我们其实与生俱来 我们就有能力去创造事物 可是这个能力被埋没了 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去使用 你其实比你想象中更有行动力跟吸引力 只要你知道如何分辨有效的行动 从这里开始 所以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想要问你 这个问题就是 你对于你的现况和实现梦想之间的距离 有多少信心自己能够达成呢 我再问一遍 你对你的现况和实现梦想之间的距离 你觉得有多少信心自己能够达成呢 OK第二个问题 你觉得做少得多跟做越多得越少 它们之间的差别究竟在哪里 可以仔细去思考一下这两个问题 在过去那段经验 以及我后来不断学习之后 在我开始创业不断学习之后 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有效的行动再放大才是成功的关键 有效的行动再放大才是成功的关键 而有效的行动包含我们的思考面 包含我们的情绪面 包含我们的行动面 生理的层面 我们的身心灵都必须要协调一致 就是一个非常有效的行动 我记得有一次呢 我在开车 我那时候是刚冲完浪 然后我从海边 我要开车回家 那个时候呢 在我回家的路上 我发现车子好像有一些怪怪的声音 然后我踩油门的时候 感觉车子速度好像出不来 就是觉得有哪里不太对劲 然后就觉得有点紧张 但是开了好一段路之后 在停红绿灯的时候 我才发现 哎呀 原来我的手刹车忘了放下 OK 那时候我吓了一跳 因为手刹车没放掉 然后车子已经开了好一段路 每个人都会担心自己的车子 车子会不会坏掉啊之类的 当我们不了解这一点 不了解哪一点呢 如果我们不了解有效的行动是什么 那就好像我们想要做许多的事情 可是同时我们除了踩油门之外 我们同时也踩了刹车 事情没有办法完成 事被公办 甚至车子可能会坏掉 我们人生也可能因为这样怎么样 放弃了一些 我们本来就可以达成的梦想 我们的许多行动 目标都会落入 无效行动的人生的阶段里面 OK 所以在这个系列的课程 我们会跟你分享一些我们应该要放下的一些手刹车 当我们把这些手刹车一一的放开之后 我们理所当然就能发挥我们百分之百的内在的潜能跟外在的创造力 而第一个行动吸引力的手刹车我要跟你说的就是没有停下来检视自己的行动 OK 没有停下来检视自己的行动 我们曾经学过一些时间管理的一些课程 然后最经典的一个课程就是 我们曾经学过要把时间分成四个项线 一个叫紧急 一个叫非紧急 一个叫重要 还有不重要 在这四个项线里面呢 我们要去分配我们所要做的所有的代办清单 然后去找到事情的重要性 但是在过去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发现其实我不太懂怎么样分辨事情的重要性 第二件事情是 我发现我排出来了之后 我还是没有办法按部就班的去完成这些事情 你有没有过类似的经验呢 而其中有一个原因 我们可能在下一堂课会再提到 是大多数人没有顾及到情绪层面 而只是很理性的去做这样的安排 OK 取而代之的是今天我们要跟你分享 一个东西叫做行动创造的四颗钻石 行动创造四颗钻石 这四颗钻石分别代表我们的行动 所花的时间 它为我们人生中所带来的效益是怎么样 OK 第一个钻石我们把它叫做超级钻石时间 超级钻石时间 这个意思就是 当你在花 当你在做某些事情的时候 这些事情所花的时间 它可以为你的人生带来最大的满足感 跟最巨大 最好的结果 你所花的这些时间叫做超级钻石时间 如果你是在一个创业的人 在建立一个事业 可能就是在建立一个能够带来更多客户的一个系统 或者是创造一个能够满足客户的独特产品 这是你在做超级钻石时间的事情 OK 在关系上面可能就是创造一些美好的回忆跟家人 或是专注的和另外一半在一起 然后约会享受当下的感觉 而健康呢 就是你花在运动或是正确饮食的这些时间 我们把它叫做超级钻石时间 OK 另外一个时间叫做高级钻石时间 高级钻石时间呢 它的效益没有像超级钻石时间 所带给你的时薪会非常的高 那它稍微低了一点 但是呢 它一样是一个非常能够让我们赚到财富 让我们可以怎么样 让我们可以人生得到高等的满足感的一个时间 所有的行动只要是可以让我们怎么样 只要是可以让我们得到内在的满足感 跟创造外在的结果 都是一个好的高等时间 OK 这是第一个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叫做低等的钻石时间 所谓低等钻石时间就是 就像我们这个字编上所写的意思一样 它是一个没有价值 比较低价值的一个钻石 那意味着你在这个时间里面所做的行动 你所忙的一些事情 它并没有非常高的价值 它跟你的梦想可能并没有太直接的关联 或者是呢 它是你的整个事业或是你人生之中 比较不能创造你梦想的一些行动 一些无关的行动 或者是它的成效是比较低的 没有任何杠杆的事情 这叫做低等钻石时间 而最后一个叫做赔钱钻石时间 这就是我们很多人 他们都会把时间浪费在这个赔钱钻石时间 因为我们大部分人我们都会有某些情绪 例如说抱怨焦虑负面的一些时间 但是这些时间呢 不能说完全不能有 而是很多人处在这个状态里面的时候 他就会一直把时间花在这里 而没有怎么样 而没有跳脱出来 或者是很多人在看电视 可能一看就是看两三个小时 每天都看两三个小时 持续的累积 但是这些时间呢 都没有办法让我们怎么样 都没有办法让我们在长期的内在跟外在 得到满足感 跟我们所想要的结果 有一个定律非常简单 我们花在哪边的时间越多 我们就会创造什么样的人生 是非常非常公平的人生法则 所以现在你了解了这个行动创造四颗钻石 我们要做一个练习 在练习就是我请你拿出一张纸 跟一支笔 然后呢 你把这四颗钻石在你的纸上面给写下来 把这四颗钻石时间在你的纸上给写下来 然后呢 在比如说你在超级钻石时间下面你要留一些空白 在高级钻石时间下面你要留一些空白 同样在低等钻石时间赔钱钻石时间下面都留一点空白 我们的练习就是你要去花十到十五分钟时间去写下来 你这一周都做了哪些事情 并且把这些事情分类到这四大钻石时间之中 我再讲一遍 例如说 举例说 你这礼拜 OK 你可能去见了哪个客户 然后这个客户他购买了很多的产品 那这个可能就是高级钻石时间 OK 高级钻石时间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 这个这件事情写在高级钻石时间 然后你这礼拜呢 你可能怎么样 你可能有一段时间 OK 因为跟家人主不好 所以非常生气 然后呢 在这个情绪状态里面 你一直不断思考到底自己做错的哪一件 做错的哪一件 你处在负面焦虑害怕的抱怨的情绪里面 那这可能是赔钱钻石时间 OK 你可以去列举出一些你所有每个礼拜 每天所做的所有的事情 然后一个一个去把它放进去 OK 可以用比对的 例如说 你可能不知道到底什么是高级的钻石时间 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是超级钻石时间 那你这怎么样 例如说 你可能写了一件事情在高级钻石时间里面 接下来你去判断 第二件事情 它是比这个东西 可以为你带来更大的满足感呢 可以为你创造更多的结果呢 还是比这个行动 可以创造更少的结果 你就把它分配在超级钻石时间 或是低等钻石时间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分配的话 你可以先试试看前两个 然后第三个 你用比较的来得知 你的时间都花在哪里 OK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练习 但是呢 却可以让你觉察到某些事情 现在就请你暂停这段影片 开始10到15分钟时间 做完这个练习之后 你再回到我们的影片中来啰 待会见 OK 欢迎你回来我们的课程里面 现在呢 你会发现 哇 你写了很多的很多的事情 对不对 然后这些事情你会发现 原来你的人生 都把时间花在哪个地方 你是花在超级钻石时间的 然后要恭喜你 还是花在高级钻石时间 或者是你不小心发现 原来你花了很多时间 在低等钻石时间 你其实可以花更多时间 在前两个时间 但是你却没有这样子去做 你可能觉察到这件事情了 接下来我要跟你去 跟你分享一个概念 这概念是你可以画两个圈圈 在你的笔记本里面 OK 你一样拿出你的笔跟纸 然后你可以画两个圈圈 一个在右边 一个在左边 然后这两个圈圈 它们是会有交集处的 OK 两个圈圈是有交集处的 右边的圈圈 我们代表行众创造的超级钻石时间 跟高级钻石金 它们代表 可以为你带来最多的财富 包含内在的满足感 OK 左边的圈圈 代表的是你的天赋跟优势 你内在的天赋跟外在的优势 而两个圈圈的交集处 就是能够让你大幅提升生产力的关键 就是可以让你得到内在的满足感 跟创造最大的外在的结果的关键 我们在第三堂课 我们会更深入的提到这一个部分 我们现在要开始做第二个练习 第二个练习就是 当你学完今天的课程 我想要请你回答一个问题 就是在今天的课程中 你学到了什么 你发现了什么 OK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练习 而当你做完这个练习之后 我相信你会发现 你自己的时间都花在哪个地方 你会发现一些原因 它让你无法实现你的梦想 但是从知道到体会 再从体会到真正实践 我们还有一些关卡 像是很多人即使知道 但是却做不到的一些事情 有一些原因 它阻碍着我们 让我们行动做得很多 得到了却很少 而在下一堂课 我会跟你分享更多 包含三个让你做越多 得越少的隐藏凶手 我们在下一堂课中见咯 那么也请你在下方 分享你所学到的知识 并分享这个免费课程 给你的朋友 帮助更多人 也能够拥有 做少得多的行动吸引力哦 我们在下一堂课中见咯 拜拜 by bwd6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